有人认领了 就在今早雪州警方正式接获一家公司的投报 只装有50万令吉巨款的行李箱是属于他们公司的 第三电视台报导雪州总警长拿督胡仙昨晚指出 警方接获一家公司在沙拉南进行的投报 并指该50万巨款行李箱是他们的公司的 因此警方正在进行调查 以确保这笔钱确实属于这家公司 警方于21日接获一名巴达林在野白沙楼某广场保安员的投报 只在某购物广场泊车厂发现一大笔不明现金 该保安员是在广场四楼的室内泊车厂某泊车位 发现一个粉红色及白色的不明行李箱 该行李箱没有上锁箱之内有大量的钞票 警方到场调查后发现这批钞票总额至少50万令吉 包括面额100令吉和50令吉的钞票 过后据实报案的保安员耿持吉老师的性格引起网民赞赏 只保安员看见如此巨款却没有其他念非常了不起 保安员实情不媚好样的